張敬軒這日出席一個品牌旗艦店開幕活動 吸引近千名粉絲實爆商場 場面相當虛狠 常出埠工作的軒公有時都會抽空放鬆 而接下來他還會拿正牌去預工作於旅遊 事關他會重啟網上旅遊節目 第一季預算有五集 希望帶大家向世界各地出發體驗野外深度遊 下一站是澳洲的 都是一些大自然很漂亮的地方 我們會找一些冷門一點 不是大家經常去旅行都會去到的地方 但是計劃內現在申請同公司 和一些負責行程的部門 希望可以去到薩克拉沙漠 就是去一些人跡刊志 但是有種旅行家的感覺 可以去路可營 去一些極端一點的天氣 或者環境當中去體驗 如果旅行節目的話 有沒有邀請哪些藝人想和你合作 我希望會請一些 大家平時覺得他們很少會去這麼骯髒的地方 或者可能是一些特別喜歡乾淨的人 但是我會帶他們去一些很泥齡的地方 然後幾天聊起 不如也約林家謙一起去玩 因為他是一個 我覺得只看我們兩個吵架 都好看 對 或者可能真的約我們幾個仇家 Serenie Tyson 但Tyson就真的沒有東西難到他 他又不怕髒 他又不怕辛苦 Serenie就好 可能真的會怕辛苦一點 對 看看會不會找到他的沙漠 我也可以考慮一下 找一個荒島 無人的島 放下我 加他 Tyson 再加上Serenie 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可能隨便有一個會 會在沙灘寫一個SOS 然後歸首 如果真的請到軒公口中所說的 這種反差效果的嘉賓 應該都挺有趣 喜歡露營的軒公 都分享了一次難忘的露營體驗 那次我只帶了一個醬膜 然後我帶了四包五包即食麵 因為我們說好不可以帶什麼高級食材 什麼牛扒 什麼黑松露那些 不能拿的 全部都要在當場去找 那 有些人買了魚丘 買了魚絲 但又沒有買過釣魚的魚餌 又要滑 因為我們在西貢的大浪灣 喜歡一些素食的東西 但是無奈自己又五谷不分 分不出哪些蘑菇吃得 哪些蘑菇不吃得 所以最後都是齋麵 吃了兩晚的齋麵 但因為我們帶不夠食物 所以那四十八個小時是辛苦的 而且回到家是整個人的 因為我們是在海那裡 即是我們在大浪灣的中間下水 就像一群非法入境者那樣抬著東西 游到沙灘裡 在沙灘裡過了一晚 因為山坑上面都有士多瓦那些 有時可以上去石油間 都有沖掛身 但不知道 可能因為我們躺在山坑裡 海風有行走 但我們之後是走出去西貢 我們是在大浪灣走八個字 好像一整個小時走出去西貢 早前軒公獲洩家燕在台上 親受港版開花舞 被問到會不會做唱跳歌手 軒公就說笑話過了年多了 但如果和家燕姐合作 拍攝旅遊節目 她就無任歡迎了 約家燕姐去旅行 挺有趣的 如果是會去哪裡 不過和家燕姐去 就可以去一些 喝喝吃吃的地方 即是吃吃生蠔 喝喝喝酒 那些 太粗勞那些就不好了 但因為家燕姐平時都是這些生活 是啊 因為我遇見到 如果和家燕姐去這些地方 都是我 所有事情都要我照顧她 真的要 我一個人 我想我一個人 起一個帳幕有點難度 OK